Ryo 聊世紀 天氣中更新 大家好 是Ryo 今天來看條盾人隊上謝謝蟻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賽 第七屆的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雙方選擇的文廟 藍方是這位 Sommelo 日文叫做Sommelo Sommelo他選擇是條盾人 條盾人的話在競技場有蠻多打法的 例如這個封建塔弓狗 那條盾人比較特別呢 他可以拉八村去前置村民 然後蓋這個瞭望塔 因為條盾人的助手人數是雙倍的關係 所以劍塔也可以是雙倍的劍死量 所以在塔弓的時候 條盾人的塔弓是非常強大的 這個連環塔一進去 通常可以塔死很多 大概一千五左右的玩家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在這個招式來說 一千六百分以下的玩家都不太會守 而且這個裝備人數的關係 這個亮王塔也蓋的特別怪 蓋的特別怪就算了 還可以用這個村民去直接拆塔 所以條盾人在競技場來說的招式也算是蠻多的 那如果在競技場要特別講 條盾有什麼特別地方的話 就是他這個 應該是金罐吧 他的一個金罐呢 可以讓城堡射程再加3 可以跟火炮對射 所以一般的火炮是沒有辦法去跟條盾對打的 你只要去拖開炮的話 條盾城堡就會反自火炮 所以造成你要攻城條盾城堡的話 一定要靠這個劇情投石機 才能打得掉 這個算是條盾人最強大的一個能力 在競技場裡面 當然這個能力呢 也在團戰來說也是蠻好用的 但是也是需要大量的石頭 才可以玩得起來的 好 那我們先來繼續看一下西西里人 那西西里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每生個農田科技 這個農田的肉類產量是雙倍的 這肉量非常多 那每生個科技 農田科技的話 也會增加村民的一個肉量攜帶量 所以西西里人在存農的情況下 也不會太差 而且後期還可以打索子甲騎士 可以讓自己的騎士遠防超高到變成8防 打正面的話 跟條盾打可能還是條盾有點優勢 畢竟條盾每城堡時代開始 都會加近戰1防 到地獄時代是加2防 所以西西里的鎖之甲 可能還是不給於條盾的 而且西西里雖然有這個 騎兵單位傷害減免 但如果步兵對打的情況下 我覺得條盾可能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西西里的寶兵算是雙防很高 但進攻沒有到特別強 但是條盾是進攻強 然後防禦又高 所以目前我比較看好是條盾這邊 西西里的話要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可能是需要靠一點自己的強奴 或者是靠一些工程器 巨型托斯機 或重型托斯機之類的 因為本身 西西里人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後期還是要搭配一些大型的工程器械 才有可能壓得過條盾這邊的組合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先來看一下兩邊打法 為什麼這裡有兩隻羊被招 是被碳掉是不是 沒有關係他這邊有還他了 還有一隻豬躲在這個位置 這邊是想要看他的金礦在哪裡 哇真的被他看到在這裡 好 豬直接被抓回去 好那兩邊都沒有打封建塔攻 兩個都是職程 那有點是正式比賽的關係 所以剛剛上述講的這個料望塔塔攻 其實是不太容易在職業比賽出來的 因為我有特別強調 這個招數是對1600分以下的玩家是很有用的 但以上之後就很容易擋住 被擋住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打GG了 因為經濟會路後非常多 好調整這裡是24P Balance這裡是25P 好 那以上封建時代招式先下馬就 然後兵工廠嗎 OK 馬就兵工廠 這個組合是要來搶聖物的一個組合 標準組合 好蓋完之後就可以點下城堡散 哇 支援剛剛好 這個收妹了 支援用的非常極限 好看一下Balance Balance這邊是三個龍蛙巾 也有點下了城堡散 受根技術 調整是一技伐木也點了 好房子要繼續補 待會西西里人這裡沒有下馬就 哎呦這裡有一個 有點保護色的感覺 好那如果要打肉馬的話 這邊農田要先趕快灑 再不趕快灑的話 待會會沒有肉可以出肉馬 而且如果田也灑太多的話 容易這個蓋不下修道院跟TC 經濟會落後 所以我覺得城堡時代的競技場 初期是最難調配經濟的 這個資源要怎麼調 要稍微思考一下 不能想種田就種田 但田就種太少 肉馬就按得少 就會很麻煩 好那調整人這邊肉類非常持足 那調整這邊農田也很便宜 有這個折扣的關係 所以他撒農田 就沒有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問題了 3TC直接下沒有問題的 然後待會修道院可能晚下一點點 但他這邊是沒有打算第一時間 去爭取這個聖物 他應該是先想出3隻刺猴 去抓對面生侶 先不打正面 3TC穩農之後 再出輕騎兵 然後再下修道院再搶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好 也蠻進階的 好調整這邊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這個黃金可能會拿來買肉吧 買了生二級農有沒有可能 沒有沒有買肉 因為有時候我會選擇把這個黃金 拿去買肉去點二級農二級木 然後再3TC直接開農 這個經濟會飛得非常快速 有時候黃金太多的時候 也會再去買肉 然後去升輪軸技術 把這個技術村民弄到最好 好那這邊條頓 因為農田很便宜 你看這裡木頭還是非常多 農田撒這麼多 木頭還有三四百 省農田技術真的是太好了 好那西西里這邊也沒有打算要搶聖物 現在很難倒看到競技場兩邊都是選擇了一個 三次猴去抓生女的策略 這邊出到四隻 另外一直是在左邊防守 等對面的生女出來 這邊也是喔 這個畫面相當有趣 兩邊的策略都是差不多的 好調盾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跟輪軸 好那收妹這邊條盾是先灑了一些田之後 才慢慢的按下二級農 這邊兩邊都沒生清洗兵 刺頭互打 好那這邊可能要互撞了 好這目前是由條盾這邊村民領先一些些喔 那由於是條盾前期有這個農田節眠的關係 TC可以下得更早一點也不太容易斷村 其實這邊則是要大量木頭 才可以一直去開TC跟灑農田 這個條盾經濟的優勢喔 就在顯現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條盾人的農田 以樹農的方式來說 是比法蘭克經濟還要好一點 不知道大概有沒有這個感覺 雖然法蘭克有這個免費農田技術 但條盾人的農田實在太便宜 好這邊直接互打 結果條盾這邊的赤頭全部殘血 哇這邊再繼續補一下 好斜油幾乎快滿了 好條盾這邊可以考慮去按一下輕奇兵喔 好三隻刺猴 笨蘭斯直接上前前壓 但是對方有點下了神聖思想 血量45滴血 扛了一下之後能遭到刺猴嗎 結果沒有遭到 三隻刺猴立大功 收掉兩隻老頭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跑跑跑跑 哇對面條盾大量的輕奇兵已經淹了出來 後面長槍兵能守住嗎 兩隻刺猴要回來擋一下嗎 老頭被砍兩刀三刀四刀倒地 生物掉在地上 但還行他已經有撿到兩顆聖物 當然使這邊強的聖物還是略勝一籌 條盾這邊的聖物是要放棄了嗎 雖然還有兩聖物可以拿 好聖物我繼續按 但是這邊已經開始慢慢轉出了騎士 攻城七製造所均勻開始前壓 那條盾這邊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這個 即兵然後配騎士的一個作戰策略吧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結果取消了軍營 那就不會出即兵了 那條盾這邊我可能會直接打工程器 打這個鋼鐵甲 那條盾有個銀貫科技 可以讓工程器的這個防禦力增加的 但是我覺得增加也沒到增加很多 就一些些 你要跟對方硬頭 如果有頭車的話 雖然條盾有優勢 但是正面一打 被這些騎士打 或是被火炮打 這鋼鐵甲好像也是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西西里這邊可能 要想個辦法去針對一下 因為西西里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他這個鋼鐵甲用起來 其實是會有效果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條盾這裡會怎麼打他的頭車吧 西西里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這邊滴了一些城牆 這個第一城牆的用意 是為了要讓他們隨時可以 走這個城堡的路回家 可以直接收工兵 或是收騎兵 收到城堡裡 然後再放出來 方便進出 好 結果這邊弩兵一出來 直接被打成白癡 果然是打這個工兵 打強弩路線 但西西里強弩也沒有到很強 雖然他有強弩也有三級射 但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西西里要針對條盾的騎士跟步兵的話 可能還是要剩下重頭 但是條盾又有火炮 這一場對戰來說 我覺得西西里是偏弱勢的 條盾優勢更高一些 不管是前期經濟跟後期的軍事 西西里都有點不太給力 而且西西里還沒有火槍 打步兵更慘 只能用強弩 那強弩又很容易被投車跟針對 那條盾確實也看到這一點 直接出投車反制 再稍微加速一下 這個兩邊都在稍微小農 條盾向前偵查一下 這個聖物有機會拿到嗎 這兩隻刺頭居然抓到一隻生女 好那這樣就確定巴拉斯可以拿到四個聖物了 這四個聖物拿下來經濟會很好 好再稍微慢慢控圖 條盾這邊控圖 控的有點畏畏縮縮縮的 其實這樣不太好 就讓對方城堡慢慢往前蓋進來 好強弩三級射點下 條盾這邊點下了中頭的升級 好待會中頭一升好 直接來個大碗的 好希希突然打出一個連環寶 那希希蓋城堡速度是很快的 以前是100% 雖然有削弱一點變50% 但還是比西班還快 好聖物頭居蓋起來 點下化學應該是要出火炮 人工制度三級農 然後工程工程師 然後三級工 哇裝甲步兵 條盾突然又回去走了步兵路線嗎 現在走步兵路線也是會被強弩射爆吧 但是他覺得可以用強弩用這個頭車解決 目前條盾型態是這樣子 那希希這邊的話就是強弩一直線 待會再看要不要轉一些奇兵出來 擋一下對方的遊俠之類的 因為現在希希也是預判對手可能會出遊俠吧 所以再開一聲一些步兵科技 當然要打薩金特衛隊也是有可能的 但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打奇兵可能會更安全一點 但是條字這邊 如果他打奇兵對方長劍兵出來 這個劍兵我是出來 奇兵又打得太贏 但是對方劍兵我是強弩又可以打得贏 互相克制 兩位都在拆 哎唷 結果是打薩金特衛隊 精銳隊點下 這一次十字軍中針 好 那薩金特衛隊的一個優勢 就是很坦 雖然打跟精銳互打可能優勢並不大 但是後方有這個強弩為主力 這個薩金特衛隊可能只是想要當個肉盾 哎唷 砸到了 條盾這個打得很漂亮 因為薩金特衛隊有跟這個 波蘭德 直接一拖 跟波蘭德的寶兵很像 血量都非常多 而且遠防 遠防少這個波蘭德二防 波蘭德是少二防 但是薩金特衛隊可以到八防 遠防八 進防七 超級坦 好 但是你看這個劍兵勇士 坎夫兵傷還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薩金特衛隊 如果後方沒有強弩輸出的話 就有點可能打不太頂對方劍兵勇士 這就是薩金特衛隊的一個缺點 但剛剛這邊點下第一次十軍中針 省下了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還可以變成有抗招響的能力 但現在抗招響沒什麼太大意義 原來這時間點對方也不太需要出生旅 現在只要出各種的 遊俠工程器 來打就差不多了 火砲有 開始出了 出了一台火砲 進點火砲點掉嗎 可以 波蘭德士這邊強弦打得很好 好 弓兵到處亂射射 欸 強弩射 過兵 還是很痛的 好 這裡要破城門了嗎 但我覺得喬盾這邊打得太保守了 這裡礦區都沒有拿下來 外面已經快要被CC的Balance給拿回來 好 那成龍到地龍的Style 血量非常多 有3000多滴血 這個也是非常難產 因為一般的劍塔血量是不會這麼多的 但成龍的造價更貴一點 好 各位看一下條登這邊決定 終究還是要打劍兵有4 好 劍兵有4 防御生亡會變6防 近防6 遠防4也是6 雙防6 對上雙防 不是雙防8 7 8防的 薩金特衛隊 但是攻擊力比薩金特衛隊多了很多 薩金特衛隊這邊點上去 是11加4 15攻 劍兵勇士這邊的攻擊力是17攻 差2攻 那薩金特衛隊也會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薩金特衛隊正面打起來 有點算是5-5開吧 但是有點4-6開 但是後面有這個成龍在的話 戰局可能就不太一樣 陳柔劍士傷害也是蠻高的 這邊一個護打 但薩金特衛隊果然有點被打了回去 沒有強弩 劍兵勇士是很難擋住的 這邊打個遊擊戰還不錯 繼續輸出 射死一隻劍兵勇士沒問題 頭子車護斬 火炮也在輸出 強弩要往下幫忙了嗎 哎呦 強弩直接到下方了 這時候強弩來拯救一下 正面的薩金特衛隊 還有這個成龍 這個成龍 感覺吸收到了非常多的傷害啊 強弩射掉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那劍兵勇士數量還是有20抵制 因為造價很低 但是條頓的黃金塊沒有了 他一定要把這一朵牆 巨頭給拆掉 才有機會出來撿黃金 哎呦 找到一對村民 OK 三巨頭被拆了 這邊劍兵勇士也直接互打 後方還是有少量的強弩 但是直接被後方的火炮跟猴死機 給解決掉了 這邊薩金特衛隊也是不敵劍兵勇士 OK 條頓又有最後的救命金 下方這個金也可以慢慢奪了回來 這個條頓打得還蠻不錯的 好 希西里這邊要開始轉騎士了嗎 開始轉那個品種跟馬侃 還有重頭也點了 OK 沒錯 希西里就是要打重頭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那重頭的優勢就是射程非常遠 8加1 9射程 條頓的火炮是13射程 差4射程而已 只要有機會的話 空下來是有機會可以投擲出去的 終於是他的石頭量夠多 範圍夠廣 好 那目前班蘭石是用自己的 成龍去當防線 想要拖還敵人進攻的攻勢 砸一發 殘血 沒有先砸對方的投射 火炮空下 想要砸 沒有砸到 砸一發 水 這個預判打得很不錯 九射程直接砸掉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被重頭砸到數量只剩不到一半 後方大量強弩直接硬打 好 重頭又再度毀滅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剩下的靠強武打應該就沒問題 好 這邊互砸 但是你看 重頭血量比較多活了下來 重頭風擊力也比較高 其實打仗邊球也是很容易解掉的 這個重頭差點砸到 這裡硬點 空下 點射點掉 哎呀 班蘭石這邊操作秀得不錯 後方強火炮也是全部被點光 哈哈哈哈 奧盾 沒啦 這個真的沒啦 工產卻全部都被強武點光 太扯 班蘭石這邊操作秀得很漂亮 黃金已經來到五千多黃金了 錢非常多啊 但條頓這邊錢快被耗完了 下方這邊又被建立非常多的城樓出來 這邊還想要硬蓋一個城堡 但是被解除掉 這個城堡一蓋下去就被解掉有點虧哦 六百五十石頭直接沒了 沒有被回縮掉 那也沒有關係哦 現在班蘭石這塊金塊還是鎖得好好的 強奴在後面投射還是可以射村民的 好 這裡就繼續按強奴 黃金非常多村民在挖 這裡有三個城樓自... 無情輸出 見面我是被射到還是很痛 下方金礦就去挖 大肆掠奪黃金 三十幾村 直接到外面挖人家資源 火炮 投車 好 現在條頓非常懊惱 待會就要斷金了 而且聖物也只要拿到一個 有時候就覺得 NBL跟BIPER他們真的很強 拿0聖物 還可以反推回去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一般玩家來打 這個畫面完全不同 真的就是被壓著的 好 這邊薩金特衛隊 有機會可以進去 抓點火炮跟距離投射機 這邊對手條頓出現 非常大的一個失誤 左邊這邊也被重頭開出 一條新的道路 那這次改版呢 陳柔也可以出擊兵 跟薩金特衛隊 對 好 這邊砸一發 殘血 好 這邊砸一下 沒打到 繼續輸出 先點火炮 火炮點掉一台 倒地一大堆強奴 強奴再繼續被火炮打 上面這邊已經變成自由開火 重型投射機沒有在控 直接被火炮看掉 這個砸一發 能躲掉嗎 躲掉了 火炮繼續輸出 砸了一發 中了 哇 火炮呼喚 這個不虧 好 下方有了被侵略的關係 所以條盾人把所有的劍某是移到下方 想要來把西西里下方偷挖黃劍聰明全部處決 看起來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這個劍實量有點多 但條盾還是有點坦 這個有 短甲技術 再砸一發 又砸掉一台火炮 這樣就不虧 那步兵大戰的結果 是由Balance這邊拿下了勝利 條盾這邊打出了巨角 因為黃劍已經不夠了 這塊金塊也被挖得差不多 其實是奪快 也要花大量的工程器跟死時間 這邊兩個箭塔也是很狗 然後這個金塊也被挖完了 而且這一村民也損失太多 這邊薩金特衛隊加強武的組合 也是硬生生的 把對方給磨死了 雖然火炮努力輸出 但是輸出的數量還是不夠 火炮一直被對方的重頭 給反擊掉 還有強武 這也是Balance控兵 控得很好的一點 這個平常都是有火炮打贏 沒有火炮的意表 但是Balance硬生生靠近的操作 沒有用火炮的方式 直接硬拿下 硬拿下這場比賽 這個真的打得非常精彩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Balance這邊拿下 15黃金石頭勝利石頭 真是贏了3000多 黃金還贏了4000 生物產了2700的黃金 木頭雖然輸一點 但這個也是因為條盾沒有東西好 哇 只能挖木頭 這個我覺得條盾沒有利用自己的前起 就是大量的去把城堡往外擴 然後頂下金罐 給對方壓力 然後控圖先控好 這裡插一根城堡 然後這邊也插一根城堡 控石頭跟控黃金 對不對 然後再繼續往上插 把這個箭條往上插 插這邊 這裡還有兩坨礦區 慢慢入侵敵人 是對條盾來說不知要好一個打法 我覺得條盾後期還是可以考慮打一點遊俠 甚至可以打一些疾兵遊俠配火炮之類的組合 對於西藝來說也算是一個蠻難產的 不然就是轉一些火槍嘛對不對 因為條盾也有火槍可以玩 很可惜條盾並沒有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 而是直接打一個單純不逼 建兵勇斯爆加火炮投車的路線 所以有點 有點算好針對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是 今天影片也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